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公屋啊!講公屋啊! 什麼事啊? 講公屋啊 大家住過嘛 沒錯 公屋有什麼獨有的現象 現在這期流行說這些 人生勝利組啊 是啊 有人說這件事好過住私房 稍後慢慢研究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公屋話題 支持我們Patreon 五元雞毛廣告的 嘿嘿,跟我們一片 喂,有什麼不同?有什麼說? 有什麼正? 因為在網絡上面 很多人想拋磚引玉研究一下 就說,一人一個住公屋獨有現象 那有什麼公屋現象呢? 是唯獨是公屋有,私人留與無 而講到這件事正正是你私人留與無 所以公屋好過你 不是啊 公屋好過私人留? 是啊,就是這件事 我又覺得沒什麼所謂 不過你看看你人生選擇什麼 是 選擇什麼? 有些人說,讓你住公屋 你又不用煩賣樓 有些人就是這樣想的 對不對? 有些人說,不是 那你公屋是租的 但是正常情況下 你住一輩子了 對嗎? 你說,住私人樓,我可以樓換樓 換大一點,向上漏洞 看你自己怎麼想 但是,住下去呢 當然,現在呢 那時候可能會比較偏要想私人樓 是 為什麼呢? 一來就是,哇 好像地位身份那樣 第二件事就是 告訴別人,真的有不同的 有多不同啊 現在我們想想 舊時,你不要說那家裡有多錢 講私人樓的尺寸尺尺尺 現在是很特別的 私人樓的尺寸 是 籠床盤啊 那不是樓啊 那些一定是供屋比你好住 你現在說很多這些 舊時沒有的 那時是實用一些 像一間屋 現在就說到 所以有些人在探討 說到其實現在住公公才是人生勝利組 當然了 看看你自己在哪個位置上研究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住公公好過住私人樓 你說不是啊 我住獨立屋住屋住屋 那你當然天下無敵 你有泳池 有私人花園有車位 那你當然是堪精無敵 那你有錢阿科得氣 那你說不是啊 大家一些是供樓的 有些我租公屋的 那你去比較的人就可能說 喂 公屋好些 好了 就住這個連登仔 我看到連登鋪 有人說拋磚引玉 就說其中一件事 是這個叫做 私人樓永遠做不到的一件事 是不是 就是什麼呢 公屋你可以打開到門 打開到木門 怎樣叫做打開到木門呢 如果大家住過公屋就知道了 尤其是很早 可能二三十年前的環境 你一到夏天 一打開到門 扯風扯到你暈的 他那種 不知道你撞席 真的設計問題還是什麼呢 他們呢 我那時候 夏天 真的 扯風到你害怕 他真的那種對流很厲害的 家裏所有紙張的東西可以扯出鐵閘道 有人就說 這就是你私人樓做不到的事了 夏天節省不少電費 風扇也節省了 這樣嗎 我以前也很喜歡打開一扇門 住公屋的時候 經常說要洗澡 是呀 特別大風的 是的 他外面開陽 他不知道為什麼那種對流做得非常好 你私樓哪有外面那麼多洞啊 是的 那些H型那些 Y型 沒有的 所以有人就說 你私樓又密集啦 又不對流啦 又局促啦 你開槍分分鐘都沒有風進去啦 但是你如果住著 公屋這樣說 無論你H也好 Y也好 你那種通風程度 你遇著剛剛你附近是比較高位 如果你遇著高位的時候 更加大風更加扯風 那種對流 或者空氣的流動呢 是公屋獨有的現象 他就說 是 同一件事 是 有人就說了 嗯 公屋呀 倫理關係特別好的 我又不覺得的 舊時是的 現在就差一點 我猜這一代真的差一點 真心的 你那時候你認不認識的 嘉倫倫學 唉 認識 有個年輕人經常來 懵惰我的啦 帶我幾年 拿一隻鉛筆跑換我的變形金剛 是嗎 那個年輕人又沒有這個概念 經常被他買 換走一些玩具 被人找笨 被人找笨啦 是嗎 你說 感情嗎 少少啦 看到認得就叫聲哥哥 然後走到我家打機 家裡沒有遊戲機 這樣嗎 是 我又不是啊 我覺得OK的 我那邊真的OK的 感情多好嗎 認識的 跟隔離也會的 那時候 OK的 可以說一下吧 我記得我隔離住了一個老人家的婆婆 對我們也挺好的 有時候說 哎呀出去啦 或者去哪裡啊 跟家人打了招呼 那在隔離呢 那時候我們 就是家人 有時候未必那麼早 可以照顧到我們 接到我們回家 那隔離那些會幫忙 你爸爸或者媽媽 叫你過來喝口湯 先坐一會 給他坐椅子 入屋就自己做功課 先吃東西 轉個頭 轉個頭 等你家人回來 叫你過去 很簡單 這些是舊底會有的事情 那你說喂 這些就是比較現代歪形的 有些人就說 在說舊時再舊一點 如果你最近有看哪一個 方通星 那一套 那一套是說 他去一些舊的屋邨 說舊時的公屋 洗字區 甚至乎那些環境 你怎麼不跟隔離鄰舍 都沒有間隔可言的 那些你以前的共用廁所 共用廁所的地方 你隔離鄰舍一定認識的 所以有人就說 你這件事很特別 是啊 公屋才有的 但是新一代就不是這樣看了 我們先看看連登在說什麼 連登在討論區上面 我看到很多留言說 喂 我們剛才說開幕門 那件事 其實在舊時來說 整個都有的 有人就說 你要說什麼 開幕門這個現象是很昂貴的 什麼 無端端走一隻狗進來 走進來就沒有 走在你門口就有 但是不知道在哪裏走失的狗 是的 我也見過的 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就說 我家裡燒東西吃 那時候 你? 在家裡有燒東西吃嗎 我爸爸買了一個類似的電腦 不知道什麼爐 鐵板燒 然後吸引人家 不知道在哪裏走一隻狗過來 很好笑 為什麼有隻狗過來 打開門 有些人就說 你打開門的東西 油煙周圍都飄了 你住哪裏都一樣的 是不是 你現在是香港的 除非你住自己的一間屋 其實就一樣 有人就說 開門是不好的 好了 說一下 有人就說 這是你住公屋才能見到的 你住私人樓見不到 我們看看究竟有些人研究一下 究竟有些什麼不同 就說 喜歡星期日轉場 星期六日轉場 住公屋的人 不是 周圍都是 關什麼事 周圍都是 現在沒有關係的 很多都是自己弄自己的 大報警有什麼事 尤其是禮拜日 公眾假期不轉一場 好了 第二件事 就說 會不會是 都應該是 手持 這些精神病卡 白卡 白卡 私人樓都有 會不會少一點 少一點 可能不出奇 少一點 不知道 不關事的嗎 好像簡單這樣說 那些垃圾屋 那些喜歡收垃圾的 都能夠收垃圾的 回去 不是公屋獨有 私人樓都有 有私人樓都有 蟑螂屋 那些 垃圾缸的屋 哪裏都有 有病 精神病 我覺得不一定是公屋獨有 另外 特別多人在後樓梯 特別多人吃煙 公屋獨有 公屋獨有 那些人躲在後樓梯吃 不在家裡吃 都有 很爽 都有 你知不知道 那些年輕人 幾個看下去 他說 沒事沒事 走啊 走啊 這樣 他說這樣 當然沒有我這麼好 中氣 但是那個人不像 其實很多人吃白粉 樣子不像吃白粉 那些很大隻 不是很肥的 是啊 不是很瘦 不是排骨那些 不是不是 我們住那個年代 住多怪人 一定有多怪人 那些水龍頭 不是水龍頭 蕭王侯那些 走火通道 你後面 收了很多東西 古靈精怪 我朋友做那些 就是做消防工程的 我以前放學 收了一包煙 是 他說 他做消防工程的 在大廈那裡 幫人維修 就是檢查一些 水龍頭 消防水龍頭 他說 一試水 滅滅滅 多少東西掉下來 你都說 不知道 一包包粉末 什麼都有 他說 他說 你私人樓也是沒有的 另外 就說 公園 特別吵過人 是不是呢 公園吵過人 杜杜公園也吵過 不關事的 杜杜公園也吵過 如果住那個 當你住私樓 你地方 那個地下 有大型的運動場 有遊樂場 一樣吵過 有學校的 私樓一樣吵過 有人也吵過 不會分你公園特別吵過 你頂洞就說 如果公園的公園 就多老人聚集 真的 多些什麼聲音呢 有些老人家在播 例如播 你在說話的 YouTube Channel 你在聽 有些人 有的 不是 公園就會多這些 或者突然在 有個大型 當時拿個大型 三更鞭 聽話 星期日那些 幾十八 圍迷 在下棋 特別多東西 在吃煙 說粗口 晚上 多一些街童 這些是公園特別多見到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呢 獨有現象 有些位置 我又覺得不是 有些人說 這件事 更加不可能 什麼 用電池混垃圾 就位都是的 吹噴的 全世界都是的 所以說 你有見過 什麼 那裡叫什麼西灣河 泰安流 泰安流 人家有一條垃圾槽 噢 塞下去 扔包垃圾 塞下去 是划的 人家怎會用電池混垃圾 C樓就用電池混垃圾 一分鐘 不是 C樓都有這些槽 有些 舊式的就沒有 舊式的就是 拿垃圾 就是逐層逐層收 不是 逐層逐層收 他有垃圾房 我住那裡有垃圾房 他在垃圾房塞下去 不是 那條垃圾槽 有垃圾槽 就是 所以 就不一定 你那些 反而有些人很外契 有些人說曬鹹魚 曬鹹魚 又是 不關事 林村河上游 那裡 夠高尚住宅 過千萬的屋 曬皮 曬鹹魚 蠟肉 蠟腸 塵皮 最多 對 一樣 沒錯 或者有些人 有中國人的地方 你放心 去到加拿大也有 文化問題 這是文化習俗的東西 不要吵 這件事是真的 我猜應該是公屋比較多 不要說是獨有 舊時你住那裡應該最多 鐵閘加快步 有 是嗎 我自己也加快步 在居屋都有 我知道 反而居屋很少 因為鐵閘已經有東西擋住了 很少加快步 舊式為何要加快步 因為那些閘 鹹水鐵閘 你一開門就看到你裡面做了什麼 有些人想開門 其實是跟開門有關的 那種私隱度 有些人還要加快木板 我有啊 是啊 木板怕水還是怎樣 木板用來頂蟑螂老鼠 蟑螂老鼠 是的 中間加快步 但坦白說 我住公屋住了18年 我沒有見過老鼠在公屋 自己的屋就沒有 我沒有 真的沒有 你說有些很骯髒 都算是這樣的 通常都在樓下 樓下都少見 是嗎 我的頭髮乾淨了 是 現在柴灣有很多 是嗎 是多很多 老鼠多到吐 有些人就說 喂 省電費是否公屋的特質 每個都開門都在吹風 沒關係 這件事是 如果你再舊一點 怎麼說舊一點 那種叫什麼營 魚灣 老人村 很長 有很多單位 輕民那些 一層三四十個單位 你可以見到 很多舊底的老人家 一到夏天 那時候最多 見太多最多 開了門 接著開了收音機 聽到大氣樂曲 接著有些在搏線 有些也有 挺有特色的 這些就是舊底公屋的特色 如果你想知道 《古學仔1》 是不是第一集 還是第二集 帶小小套回去 我忘記了 那些 那些感覺而已 就是那些 這些就是公屋特有 私樓找不到的 人人情味 現在這個世代 有些人不說人情味 瘋子 回家最好關上門 立刻趕快關上門 怕被隔壁撞到 這間屋裡面有什麼 那也不知道 有些人過割 重視自己的私隱程度 有些不是 很喜歡跟隔壁 鄰居打招呼 我偏向跟別人打招呼 因為始終 你都會想知道 隔壁住的那個什麼人 你都會 很友善 你都怕 一會兒遇到隔壁的老人家 喜歡撿垃圾 你起碼提早知道 還有有什麼事 起東花上來 東花豆腐起上來 如果你跟隔壁的鄰居和諧 或者真的可以做到朋友 別人有什麼事 都可以通報給你知道 這些全部就是 舊時 我們那一代 不是說我那一代 上一代 或者上一兩代 都是獨有的事後 是啊 你煲了什麼 請給你吃 一起在那裡排 舊時更厲害 如果是明華大廈那一批 我還記得 走出去打麻將 那些人在走廊尾打麻將 是啊 你公開是這樣的 很有趣的 那些年輕人 在走廊周圍跑 這些又是 屍樓沒有的東西 整個隔壁人 那時候你有沒有玩過 好像沒有玩過 泰安流玩粥 有 當然是玩粥 嘩 跑到隻狗 泰安流玩粥 是啊 中學的時候 我忘記了什麼時候 你當然在中學玩 同班人 不是啊 我小時候玩粥 不是 我小時候也有 我們玩三層 哇 跑到嘔吐了 但通常我玩粥 我三層一走 我就躲到下面去買雪條 是不是 Jill Jill 然後就走到人家裡打機 是嗎 是啊 OK 你去找吧 找了幾個鐘呢 見到打機出回來 哎呀 被你捉到了 我回家吃飯 是嗎 我不喜歡玩這些東西 是的 是的 這些就是我們年輕人 有人就說 公屋呢 其中一個特點是沒有房的 你不同屍樓 有間隔的 都有一間房的 沒有門而已 舊式那些 就沒有什麼間隔的 嗯哼 不知道我以前有房 我拆了而已 因為你 我也是 木板間的 那時候 我全部都是木板間的 是木板間 是木板間出來的 是的 還有一樣東西 C樓應該沒什麼人做的 是 應該沒什麼 燒衣 好像真的 C樓沒人燒衣 因為你通常會響阿南 會不會 通常下街燒 但C樓你沒那麼通爽 你嘗試在那層燒 煙霧黎曼都像 有些人就會下街燒 C樓通常都會下街燒 不過有人就說 呃 這些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那幾樣行為 開木門 燒衣 曬蠟肉 曬鹹魚 不知的那些非常適合的 他們覺得那些行為是很適合的 為甚麼呢 不知的 可能他們沒見過那種環境 其實 你現在做的好像很特別而已 那時候 我們小孩子住 我自己小孩子住 是很不奇怪的事 個個都會這樣做的事 反而你不打開門 人家覺得你有東西 是不是 個個都打開門 不是的 你自己 我都不需要看 人家不會理你 他只是理你自己 有沒有拆進屋 是 有鬼東西被人偷嗎 大家都知道 你住得公屋 一定是不富貴的 心照 最貴的家就是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 小孩子 有些人說特別吵 一時也不是的 是不是 不是的 浪衫文化又 曬皮 我知道公屋那些 叫做球場 球地 去到某些日子 會故意封在這裏 封在浪衫架出來 如果剛轉夏天 就會被人曬皮 是這樣的 C樓不知道有沒有這些 我猜應該沒有 應該一定會被人投訴 一定會投訴 你弄到我 我賣一千多萬 你在這裏曬皮 有沒有搞錯 怎麼賣 一定會有人這樣想 反而 老人家 或者上一輩的人 就喜歡這樣曬 因為他們覺得 紫外線殺菌 這是事實 曬好之後 因為下天 在換季 把東西收起來 讓人們感到尾 不過有人也說 不是吧 你擺在那裏曬皮 把層都拆掉 很骯髒 所以那時候 要拍棉皮那種作 這些大家也都忘記了 那 當然 有人說 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我看了一張照片也是 這樣 外面是非常殘舊,裡面是極盡豪華的裝修 又不是很豪華的,是真正的,沒有人翻身的 我講的是公屋,可能有人買了公屋 外面是很舊式,可能是四十多年的樓齡 走廊非常殘舊,裡面是極盡奢華的歐綠式裝修 大雲石,大吊燈,感覺上有一個對比 這也是的,有人說公屋出身的人 你知不知道,很多都是專業人士 我吧,專業拍Youtube 剛才我講明華大廈,陳陳也住在明華大廈 郭富城,讀詞有 那時候,我是不是小學,好像是小學 有個女同學,說她爸爸做監製還是什麼 開的士 認識郭富城 是的,很多人都會去歧視 可能她沒有接觸過公屋 就會覺得,很多古靈清怪的事情 其實你如果用居住環境來說 你問我,私人樓,如果大家差不多大小的情況下 公屋程度上有個好處 空氣特別流通的事情是絕對的 我告訴大家 一定是比私人樓好 當然,我們說公屋有什麼好 還有的,實用面積 我看到沒有人說的,討論區裡面 私樓的實用面積比公屋差很多 我們之前說過一集,小熊書 有個女人說她住東涌的時候 建築面積三八三,實用面積三八 嘩,多好啊,多實用 實用到你幾乎還低 私樓不是的 計算你那些什麼 樓下健身房 會所,各樣那樣 有人說,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有些東西是公屋特別多 私樓少見的 還有少少的 這件事你不會覺得 因為我們習以為常 咳聲 老人家那副套譚聲 嘩,嘩,嘩 還有拖鞋聲,踢拖的聲 有的,有的 人字拖,踢人字拖 老人家那副引擎,我們經常都說 咳聲,還有咳聲 因為其實都是關乎多老人家的 這件事不是的 如果你講起咳聲 你住,什麼啊 那些叫劏房都是多的 多老人家,多獨居人士 就會有這些 夜晚,夜晚不晚 當然,還有 這件事我覺得很特別 有人說,公公這件事好過私樓 樓下的鐵閘門口一定是聲控的 是 麻煩,他又開門給你了 哈哈 這樣啊 這件事OK啊 是啊 這樣也是啊 你麻煩,他也採有味 你自己按卡吧 麻煩,或者密碼 對吧 這些都是比較特別的事 其實我自己這樣說 你公屋呢 電梯多啦 你要說電梯 因為你層數多嘛 人口比例都比較多 一定電梯 都比你私樓多的 真是的 你一座公屋 一... 那不是 一層嗎 那叫什麼呢 一座公屋 六部電梯起碼 你一座私樓 兩部電梯起碼 當然你說不是啊 人口... 其實你看看人口面積而已 你幾多戶 一層有幾多戶 但別人一層有十幾戶 你... 十幾二十戶的 公屋 你舊底那些更加誇張 所以不同的 赤數環境啊 人與人之間 其實我覺得 最溫情的就是 真是公屋 那些人 倫理關係 互相幫助 由舊時追舊時 只有七層樓高 因為大家都打開門 大家走出來 都靚仔出來 跑一些特別熟悉身邊的人 那當然啦 你有古靈精怪的人也好 沒有古靈精怪的人也好 你都會熟悉他們 但是呢 現在呢 你分分鐘旁邊住那個 靚仔啊 還是靚女啊 還是... 原來旁邊住的明星 你也未必知道的 真的 你們都不會打開門 大家都不會去探討旁邊住 出來打招呼 真的 不會的 私人狗不會 是啊 我現在也是 我都說了 所以說 公屋代表我回台灣的時候 誰 誰 陳思拉 她說回來啦 是啊 我們都會有這些招呼 下面的看間那些 是 全部都有招呼 所以人情冷暖 有時候 公屋特別多 那屍樓呢 就反而無物了 是吧 所以... 不要緊啦 其實這些都是寒圈來的 只要真是真感情嗎 其實對人變nice 你個個對個個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感情可言的 有些有的也沒有 有些 就是打麻將 麻將腳那樣 沒錯 那種 住什麼都好 最重要 住得開心就可以了 是啊 不要想那麼多 有些人在戒懷 我住什麼 不要緊 無所謂的 都是一個空間 沒錯 遲些再談吧 拜拜